你的你的眼睛将会亮着 我的手艺将会挥着 谁说世界早起没有选择 不知道哪个大哥给我发到网上去了 说你要来 关键词全在 李荣浩演唱会嘉宾陈一军 一点没差 现在全都无敌 任意的冲突 你随着 是任意的小梦为明天的好奇 我睡着 是温暖的时代 是透明的天狱也觉得 是不容忌修在橱窗里 多么疼 除了风以外 我还能听到什么 除了真意外 我还能拒绝什么 除了你以外 还等依赖那一刻 能否再见那一刻 记得 你的眼睛将会亮着 我的手臂将会挥着 谁说世界早已没有选择 我会挥着 我会喜怒你回海的 唱几分钟情歌 别舍怕 至少证明我们还活着 我们会吹雪 唱几分钟情歌 你的眼睛 遇见你回海的 我的手臂将会挥着 他的手臂将会挥着 谁说世界早已没有选择 可早已没有选择 我会喜怒你会爱他 就几分钟情歌 为什么至少证明我们还活着 我跟大家讲个小插曲 你知道Ethan这次来 我们整个团队导演上上下下 保密程度到达一个什么你知道吗 就是连导演一看人问我说 这嘉宾谁啊 我问你问那么多干什么 他说你不用知道 然后所有人练习的时候 也代表自己练 不准把一天放出来 因为怕被大家知道 因为想在这个 今天这个今年户外之后 想想给大家制造这样一个精神 我们每个人是保密 保密再保密 可以说是叫什么 就提成色变 提到全就不能提 只能说那个人 那个人要哪 就因为怕讲漏了 然后到前三四天 不知道哪个大哥给我发到网上去了 说你要来 然后还上了一个很头条的一个新闻 这个时候那种 然后关键词存在 就是李荣浩演唱会嘉宾陈一居 一点没差 我当时看这个 我当时 我就是很想写一首歌 叫后悔戒烟 不会 但我觉得一切都很美好 我们也不要怪那个发出来的人 他可能不知道 这是一个惊喜